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几天天津德云社可以说是众星云集 德云谷曲社开业也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精彩的演出 但是身为郭德纲的老搭档于谦却没有现身 因为是谷曲社开业专长于谦老师没来也属于正常 但10月4日于谦老师也现身德云社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但是很多网友发现于谦老师没有烫头 这喝酒吸烟烫头不是于谦老师的三大爱好吗 估计郭德纲也是听到了网友在心中的疑问 在登台没多久就讲述了于谦老师没有烫头的原因 主要就是于谦老师正在青岛拍摄影视剧 所以才这样子登台的 这几天郭德纲老师可以说非常的忙碌 不是主持节目就是带着德云社演员反串 在和于谦老师演出的时候 郭德纲也感慨了一下 表示今天是自己最轻松的一天 因为在今晚的舞台可以好好的说相声了 作为老搭档虽然郭德纲 于谦的名字后面 并没有写上具体的演出节目 但两人在舞台上游刃有余 估计大家都听过郭德纲 于谦之间的这段故事 就是二人登台演出说了将近15分钟了 他们两个还不知道今天想说什么 但是台下的观众却非常的满意 被郭德纲 于谦斗得前辅后扬 而这些张赫伦也是非常的明白 他曾在喜剧人舞台上告诉诗歌孔云龙 演出就是根据当天的感觉 对舞台的感觉和观众的回馈说相声 两三句知道今天的观众想听什么 这就是一名相声演员应该专研的地方 也是值得其他相声演员学习的地方 这就是一名相声演员的地方 这就是一名相声演员的地方